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这一辑是正正式式的 爆大祸 非常重要 夸张是关乎 现在这一分钟以后 全球的 贸易 经济 政治 连同是金融 的去向 绝对不是开玩笑 影响了所有 专家 达入今年后到现时 包括我的分析 所有的东西 刚才所说的贸易 经济 政治 金融 这一辑 是一个 分析的 基础 要根据这个基础去分析 首先 一国两制 香港人 很多都完全认识 其他全世界各地 一点都不明白 根本不关他们的事 但我今天说的 不是一国两制 是一球 两制 什么是一球两制 一个地球 只有两个制度 一个地球 只有两个壁壘 两个制度 是由 今年开始 这是非常大件事 先说 特朗普 上任头100天 频频发出的行政指令 记得 第一个指令 要禁止 六或七个回教移民 进入美国 这不是今天所说的 是退出所有的自由贸易 所有的自由贸易 协议和条约 全部都退出 当时很多人说 他瘋了 他傻的 自己孤立自己 但原来是有后着的 在选择 在选举时承诺的东西 尤其是那两个最大的 是减税 一个是基建 减税 终于要浪费时间 在上任下半年 终于搞定了 现在回到这个 后着 后着 所产生的东西 早已做好准备功夫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退出所有的自由贸易条约 现在 开始密谋 大计 而这个大计 是由刚才出土的施行重关税 在洗衣机和太阳能板 然后到钢和铝 一直以来 美国对全球 无论是盟友 或是敌国 甚至是敌国 都是透过这些自由贸易条约 是做生意就做生意 即是敌国还是盟友 一起合作 一起付出 他常常说 not fair 即是美国付出太多 例如 他不喜欢中国 但 这些自由贸易 又 under世贸 WTO 他仍然是 他认为是付出 其实个个都付出 对于完全他不喜欢的 他一直都使用 贸易制裁 完全是敌人 不得了 俄罗斯 伊朗 北韩 不断用贸易制裁 这招 抗衡 WTO 和所有其他 贸易自由 条约 只要他退出 和关税有关的 以前所有 自由贸易条约 他可以有自由 挑选和选选 只是 属于他的盟友 和美国埋堆 又或者依靠黑社会保护方式 日本 韩国 台湾 印度 澳洲 这些国家 做生意 才可以和他做生意 否则 你是我的敌人 就要付出关税 即是 差不多跟你说 我不做你生意 你报复我 大家不要做 他正在开始 这样的策略 明白吗 所以 由于他也可以撇除 那些和美国敌人 成为 盟友的国家 譬如 有些国家原本是依附 美国 走到中国 因为一带一路 因为 中国给了很多东西 或是以仁义道德 感动他们 埋堆 现在 他不再被恩惠 不再使他们 透过自由贸易 受惠 所以 今次的关税 这个石破天津计划 一出来 全球没有人估计 他在葫芦里卖什么药 有人在我评语栏也有说 我也是其中 考虑的一个因素 是 他给予 威胁 给加拿大和墨西哥 因为他们在谈判 北美贸易条约 因为加拿大应该是最受害的 在这个 降的关税 原来 我们全部捉错了用神 他现在免除了加拿大和墨西哥 已经第一个公布了 是免除了 现在我 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连澳洲 都证实是免除了 因为澳洲 加入了四个国家 印度 日本 澳洲 这几个国家 甚至乎韩国 还未加入的 就是 差不多四个 顶着中国 在Pacific Ocean 特朗普 一开始 就看中国习近平 不顺眼 好像你们很多反中人士一样 邀请习大大去美国的自己的别墅 马拉雅 一方面 展示给习大大看 这些是我的财产 然后示威 一直在吃 锯着牛扒 一边笑口口 和习大大说 刚刚 走开两分钟 对不起 因为刚刚发射了一个全球最大威力的飞弹 只是比核子弹低一级 教训了我的敌人 直是show call 直是串 不过串得 转一点 串到外面 他去中国 被习大大排场 串回 是帝王式的排场 但什么都不要说 很明显 中国近年的崛起 是到处都挤着 特朗普的心 他全盘计划 根本就是针对着中国而造 这个关税 现在我可以101%地说 为什么呢 习大大到现在的威胁 对美国的威胁 绝对不是军力 军力到现在 也有排美团追得上美国 可以告诉你 只是 飞弹的数目已经差得非常远 而是 软实力 一种越来越多盟友的实力 在过去一年 你见到多少人 埋队 因为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 笼络了 沿途已经是六十多个国家 现在 陆续有其他国家一路进去 菲律宾也转了 而 至令特朗普的咬牙切齿 连美国的一贯盟国 也有些走去中国 若越来越多美国盟友 又或者一向美国有派钱给他们 例如巴基斯坦的盟友 又或者 都走去中国 这不是很贵 但现在这个关税计划 就是利用这个关税计划 来扭转这个局势 因为美国国策 已经说了十次 只有一句 Either you are with me or you are against me 你不需要against我 你不是跟我一起 你就是我的敌人 如果这些盟国 突然间盟了中国 叫老爷 如果是这样 中国真是假以时日 大家都不知多少年 十年八年 又可以二十年三十年 又可以五十年八十年 取代 美国 这一点都不出奇 现在只有港字 好心你们这些人 不要被人妒忌 是美国盟友或死党 加拿大、墨西哥、澳洲、印度 可以免除这个关税 在这一点 你已经知道 他根本的计划 不是对付这些国家 不是对付自己的贸赤 完全跟贸赤无关 而是对付中国 那些已经是盟友 还是契弟盟友 例如日本 南韩、澳洲、印度 逐个 都要先先亲自走去效忠 有没有看到安倍晋三 有没有看到 Malcolm 特尔布 亲自飞去 特朗普 跪在那里 买他 才受到免除 这些盟国 还要效忠 然后就免除这个关税 所以 你们大早都见到 印度 总理 Mody 走到去 他不止乱 还与特朗普 还与特朗普 安倍晋三亦是一样 他们早已受到知会 是会被免除 不过 扎底 与特朗普 一起演出戏 给中国看 所以 你有没有看到 日本、南韩 印度、澳洲 完全没有向外抗议 欧洲出来抗议 欧洲未曾 欧洲不肯扔他 所以 这四个国家 难怪被 白种人看下 非白种人 这四个国家 除了澳洲是白种人 根本是死死地气 中国 游说 特朗普 你不要 加我 终于 他们搞定了 已经公布了 加拿大和白西哥 澳洲未正式公布 但已经 根据我的探子 已经搞定了 OK 中国利用华游的政策 吸引盟国 去修静 美国利用 威逼利有 黑社会的保护形式 去修静 两个不同的黑社会 我可以告诉你 黑金政治 这个趋势 将会越来越明显 如果我们的分析 不是跟着这个明显的趋势 去分析 又怎样分析呢 明天我会跟你说 澳元 家元 原本因为这个关税的关系 跌到 母亲都不认得 现在受到证实 因为这个因素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因素 如果只是因为这个因素 所跌的跌幅 是会分回来的 若然我以上的 估计 没错 全世界今年开始 分裂成 黄丝和蓝丝 这个世界会分裂成 只有两个壁垒 只有两个大佬 全球 两个大佬 一个姓钟 一个姓美 这两个 如果入了美国党 就由美国保住他们的贸易 现在说钱 不是说战争 如果卖了中国堆 就由中国负责 资助 付钱 什么都好 逼女分鸣 但要明白 他们绝对不是逼女分鸣 还是互不侵犯 不是 是逼女分鸣加上侵犯 一定会侵犯 不要再多瑜伽思想 动它 杀无赦 世界从此是多事 而最受影响 是国际贸易 而国际贸易会直接影响全球经济的模式 和金融的状况 特朗普 根本上用这策略来打散中国的全部一带一路 他一直都想打散你的一带一路 这就是最有效的方法 打散了你 那些附庸国 你就已经 没得可以 一带一路 但路是什么 那条路在中间断绝 你就已经没有了 逼女越来越分明 斗争越来越扩大 是肯定的 由今天这一分钟节目出来开始 互斗之下 股市会怎样 我不知道 股市一定有变 不是升就是跌 你们说 我不想说了 因为今天时间不够 其他跟着来 明天更有更精彩的话 告诉你 现在越来越分明 都不用我去怎样解释 OK